谢娜,一位曾经在快乐大本营中以其搞笑古怪的主持风格而深受欢迎的主持人,如今却面临着职业生涯的低谷,在何炯因收礼事件名声受损后,谢娜似乎也失去了曾经的光环,她的主持能力和为人处事方式受到了外界的广泛质疑。 曾经的太阳女神拥有超过一亿的粉丝量和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认证,谢娜的人气可谓是达到了巅峰,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她的影响力似乎正在逐渐减弱,一些中介曾因工作问题与谢娜发生争执,甚至遭到了法律威胁。 这些事件无疑加剧了公众对她的负面看法,何炯作为湖南卫视的台主,尽管受到争议,仍然是各大网会的首选主持人。 相比之下,谢娜在何炯缺席的情况下,似乎难以独挑大梁,她与汪涵的搭档也被质疑没有默契,这让人不禁思考,谢娜的成功是否过于依赖于何炯。 在快乐大本营中,何炯的帮助对谢娜至关重要,但在其他节目中,如果没有人帮助,谢娜似乎会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这种情况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有人调侃说,谢娜的舌头比不会说中文的杰西卡还厉害,谢娜的职业道路似乎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她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定位和未来的方向。 无论是回家生孩子,还是继续在主持界探索,谢娜都需要找到一种方式,来重拾观众的信任和支持。 而对于那些关心她的粉丝来说,他们更希望看到的是那个曾经在舞台上光彩照人的疯女人。 关注我,为您带来更多精彩资讯。